回想2019年Townplace品牌正式推出市場 就是當年的今天,12月5日 其實是剛剛四年,是一個挺特別的日子 第一個項目是2019年VinidationTownplace Kennedy Town 128個單位 2020年我們緊接推出了Townplace Soho 293個單位 到今天是我們最新的旗艦項目 2023年843個單位 其實每一個項目我們都堅持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亦都因為這樣令到我們整個品牌 從以往可能集中年輕世代 去到今天發展成為一個Top Talents的社會 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高材的社交圈住的地方 或者這樣,我們又介紹一下這個劉盆先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C9項目 是10月正式啟動的 正式搬進來了 我們這個項目同樣地繼續秉承我們的概念 一定要有新的一些元素 Apa Hotel 我們都是那句 我們集團全力去支持高材 剛剛說租住的一個體驗 843個單位 主要是開房式 一房、兩房、三房都有 其實可能之前都有些傳媒朋友來過 7月份我們推出了一個早料優惠 105個單位一個月內租聘 然後緊接9月份推出180個單位 都全數租聘 那麼今時11月呢 我們就開始了我們酒店的服務了 其實我們現在都處於一個 早上開放的階段 但是對於我們看著市場的 pick up 我們對於2月份做 grand opening的時候 項目應該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為其實我們是一個很注重草物 又好的一個環境來的 一會兒我們的同事都會帶大家 tour 我們這個佔地五萬三千尺的一個 toucho club 當然除了我們的硬件方面 其實我們還有一番 Town Place Community的團隊 一會兒他們都會 share 多一點點他們的理念 因為其實我們有了硬件 正正就是有上面 我們同事會做一些program 一些軟件 我們在做一個生活 叫做bleasure的生活 business process of a leisure 亦都即是中文的商務 社交成成生活的租住體驗 那這些都是市場獨有的 所以其實也都不難想像 我們各項目 為何現在so far的 pick up 都很好 那都再多一點點硬件方面 剛才記者朋友都有問 這裡有多少層的 我們五萬三千呎 四層室內室外的 會動 室內外的互動空間都有 七大功能 全部都是無邊際外境的 這個就是我們在這個地區的優勢 同樣地我們的location 是在我們叫做西九 旁邊就是南昌站 再隔多一兩個站 也是高鐵站 所以其實是很能幫到我們的客人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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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內地 AEL 港鐵 機場快線 全部都很方便 我們呢 我們呢 其實如果講時間 其實我們這裡是第三個項目 我集中講這個項目 和以往的項目 其實都是同樣地 我們是MZ世代 Millenials 和GenZ為主 Millenials 其實40歲後 都是Millenials 但這個盤會再多一點點 我們叫做35歲以下的客人 那同時 可能這部分 MZ世代已經佔整個項目的七成客人 但當然你都可能會 一會兒游走我們的盤子的時候 都會見到 有些可能年長一點的客人 其實為什麼會有年長一點的客人 例如可能他有一個 裝修的時間需要過來 又或者他的小朋友 或者他的 Top Talents 的兒子在這裡上班 接著他來探親 都會有些Family Visit 所以其實如果主流的客人 就是MZ世代工作 工作 工作 其實如果我們要說 我們會發現 越年輕的客人 他的工種比以前越闊 例如Somo和GenZ 以往可能集中 多些Finance的客人 都不難去想為什麼 但是來到這裡 我們會見到Finance客人 Professional客人 以至Fintech 你會越來越多種行業的客人 都會出現了 所以那個環節會比較闊 但是唯一我們看到 就是大家都經常 試試試上班 都是一些Grade A 核心地段的一些 你當是一些新進的 一些年輕人 還有國政 其實這個盤 和Somo和GenZ 都會有些少少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裡 46%是內地客人 我們怕內地客人 我們叫他做海歸 海內歸內的內地客人 其實原因應該很容易明白 我們剛才也有些記者朋友 在台灣 他剛剛帶高鐵過來 其實高鐵過來 其實高鐵過來真的很方便 我們這裡很多客人 其實是經常往返中國 比較頻密的一些 frequent travelers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盤 其實其餘的走向 當然除了一半的中國 來地客人 有三成的香港人 亦都有日行 亦都有Expect 那麥克風也挺均等 但是比起Somo和GenZ 我們看到是多了少少內地客人 這個盤 我想我們首先 由我們的occupancy 開始說起 因為其實我們整個盤 現在還是在一個soft opening階段 所以沒錯 你剛才說的 就是投稿兩個bench 還有其實我們剛剛 在11月中 我們推出了酒店的服務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酒店的 pickup都理想 所以其實我們在說 Grand Opening是2月 我們很有信心 如果你計算數字 其實我們2月應該很快 就可以成為一個很理想的Alchemist 至於價錢 價錢呢 很久之前 可能大家傳媒朋友 我不知道ParaMate 那時有沒有來 我們那時曾經出過第一輪 7月的總了一位 13800的一個單位 我想我們租金有少少複雜 去說 就是因為我們有靈活租期 有不同的房型等等 但是如果要說 今天的入場費 可能已經去到18000元左右 但是大底都是反映 市場對於我們的租金 或是我們的產品的需求 所以我們真的對2月很有信心 到時Grand Opening 我們都會再邀請傳媒朋友再過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